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11月18日 周日凌晨,欧国杯外围赛分组赛继续进行 届时,深处地组的克罗地亚客场对阵拉托维亚 虽然克罗地亚近期遭遇两连败打击 但拉托维亚整体表现实则更为逊色 并且后者与克罗地亚的对赛亦处于连败当中 此番球员心里未战先切的拉托维亚确实不宜高估 拉托维亚在该项赛事的竞争力不足 球队过去两届欧国杯外围赛都以小组垫底而告终 本届赛事一不例外 目前拉托维亚在地组仅路德一胜六负的劣迹 暂击三分的他们仍是小组副班长 拉托维亚进攻端演出乏力 七场五球的数据为地组最差 近四场比赛多达三仗遭遇零风 没有威胁的火力弹劾取胜 另外拉托维亚的防守端更是糟糕至极 该阶段球队以核共失17球之多 是小组中唯一失球达到两位数的队伍 上仗面对土耳其被后者狂攻四球 不难看出挤队的后防线仍然不堪一击 金扑面对实力不俗的克罗地亚 拉托维亚唯有输少荡营 另一边乡 克罗地亚目前六轮战霸 取得三胜意和二负的战绩 暂击十分 由于球队过去两轮分组赛均吞下败果 因而他们急需一场胜计来提振军心 利好的事 失忆对手拉托维亚实力较弱 并且几队过去五次面对后者都斩获胜计 而其中近四次对赛都以零风取胜 球员心理方面 克罗地亚无疑占据上风 要知道 此前分组赛中 克罗地亚就曾和拉托维亚交过手 期间球队在卢卡爱云卢西 和马里奥伯沙利等人的帮助下 最终以5比0取得大胜 从中便能看出 两队实力之间 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 即使克罗地亚现实战绩 未如理想 但整体上球队 无论攻防两端的巴挥 都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 面对曾经的手下败将拉托维亚 克罗地亚此行凯旋在即 感谢您的收听